那么接下来带你来看的这一段影片 是其中一位罹难者 他是陈建光传教士 在火警发生的当时 他在窗边自己录下的一段影片 当你我一起看这段影片的同时 其实这应该就是他人生的最后几分钟 现在消防车来了 刚才有警报说火灾 老板说误传 但是这应该不是误传 越来越大 不知道是要坐电梯还是什么 消防队一直来 越来越多台了 我也不知道能跑还是不能跑 怕跑出去又要叫我们罚钱了 但是不跑 我们会不会死在这火灾当中呢 看起来火很大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阳台 我只有从窗户往下照 在这个角度也看得不是很清楚 看起来不是很大 来了一二三四五六台 消防车了 开始要喷水了 应该是可以控制吧 可能这是我第一次活到这么大 第一次看到火灾 甚至是在火灾现场的上方 不知道要跑还是不要跑 我只有默默的先这样子录看看 如果要跑 老板应该会 会敲我们的门吧 不会他自己先跑了吧 好 这看的真的蛮难过的 陈建光传教士 那么他最后是确定罹难 他其实在影片的最后还讲了一段话 他说这个目前看到黑烟一直冒 一直冒 他开始感觉到墙壁热热的 他又不敢跑出去 那其中提到了 就是老板应该会敲我的门 不会自己先跑了吧 那么由于 因为他现在正在这个防疫隔离当中 所以也担心说 因为是不是违反防疫规定 那跑出去会不会遇到我们罚钱呢 所以这个部分就引起很多的讨论了 那我首先 先直接请教我们的龙盖仙 就是来看到其实这是一个悲剧 那看了很难过 尤其又在防疫期间 那现场都说 其实是因为分流的关系 所以堵住了出入口 那你也等于是堵死了逃生路 大家都很心痛 那打疫苗 会猝死 不打 确诊也会死 看指挥中心 做防疫 你会气死 现在隔离 检疫隔离 你被烧死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国度 你在回想一年前 所谓的超前不足 韩国瑜讲说 应该利用营区 先去做 要检疫扩大隔离 把这个先做好 你不鸟他还罢免他 如果这样被罢免 那你们现在这个团队 被罢免九次也不为过 所以整个 防疫还在做政治秀 还有人去募款说 你看我从日本买了多少 这个负压病房 你当台湾的塑胶 工程界都是塑胶吗 2003年 SARS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在两个礼拜 盖了多少负压病房 那尤其经过 十几年 现在有很多模组化的一个建设品 台湾的建筑师工会也都出来讲了 我们都准备好了 你政府不用 然后你才说 我去募款几千万 我从日本买了几间来 有用吗 何必这样呢 跟你讲的你都不听 那昨天这一巴火 人家说水火无情 你看 他说 有广播 那广播就是大楼系统才会有广播 他说这是演习 这是测试 像我们住大楼的话 我就会觉得说 所以我一直跟身边人讲 消防演习也会出错的 真的啊 有时候我们在议会的大楼在哪里 叫广播说 现在在测试 这个消防的发动机或怎么样 我跟你讲 我们一定离开了 不管你是不是测试了 那 有火警的当下 怎么会去做这种广播 这个是必要查的 那当这一群人是在被防疫的 那当然已经造成一个不幸的事实 照理讲 如果你今天 是超前部署 全部就是坐在空旷的 这个展览馆或是银区 旧银社 那装修这个很快的 不必专业 我跟千惠我就可以装修 哦 那 这个等于是草菅人命到这种程度 那 这个指挥中心根本毫无功能 我们讲过 我这一个多月来不断的呼吁就说 不是你诚实中 我对你有成见 过去一年 给过你那么多掌声 那你已经功成身退 现在你真的是扳不起这个担子 因为现在不只是我们只是防疫 我们还要纾困 我们还要经济 重整 产业 教育 包括所有的交通等等各行各业 现在是面临到疫情的第二波道 后疫情时代的疫苗护照 一直到国家开放 到经济的付出 不是陈时中你能搞 那 你当这个指挥官已经快离心离德了 这个也逆时中 那个也逆时中 地方也逆时中 连你自己团队都已经对你投下不信任表 不必在 本来我是希望蔡总统你出来 因为你也不愿意让戴清德来扛 那你就自己跳下来 那现在陈时中 你也不必等蔡英文总统换你 你应该自己辞职 说我已经力不从心了 这个说我还可以给你掌声 你不要以为 只这600多条人命跟你无关 这就你的消极不作为 说道成了 我的好朋友 我这一个半月 五十几天没有到台北 第一个当我也怕 谁不怕死 那北部确实比我们南部更紧张啊 可是我在6月 我有北上一次 我搭了高铁到民权东路 我就马上回来 为什么 我一个朋友因为确诊 他自己认为他感冒 他说把医疗量能 留给需要的人用 他一年缴多少对筋啊 结果等到撑不住 撑了一个礼拜 在他到台北的时候到医院去 医院给他两千七岁等 他说花多少钱都没有 你要给我那个瑞德西韦 就是那个药治疗的药 我们自费没办法 我跟你讲 你要申请要报 你等时钟准了你 你才能拿到药 药准下来 他走了 早中走下午就火化了 所以这个团队 我在这边讲 大家要保护之 因为病毒攻击是不分贵贱 所以你在那边隔离 你看我在这边隔离 我被隔离 我发生火災 没有人通知我 我要跑不跑 我跟你讲 你不要看他叫话 换成你跟我 我们要跑不跑 很正常 还有一个勇者 我们一个陈志环 我们这个消防员 他耗尽了氧气 没有办法 一般消防员教我们是 你不要躲在浴室里面 对不对 你看他做到这种专业训练 到已经没有办法 他当下四面的环境 迫使他不得已 他要躲到浴缸里面 最后他是一个最勇敢 就是一个勇者 我们对他自当最高的敬意 所以整个 你说这个只是一个单纯的火災吗 是火災 但如果不是你整个中心 你已经走掉了 你已经没有这个能力 hold住全部 能推就推 你们现在 推给高雄 推给台中 推给新北 全部推往外推 指挥中心推给地方 推到你看我们一个 几乎自认为引开发国家 全民在抢疫苗的 残疾 残疾 老实在 听得到 真正的建设 我们自己的感觉 做中华民国的国民 几十年来都今天最烤了